山土耳台风造成新北市金山万里地区灾情严重 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携头分析气象的团队 排大气候天气灾害研究中心表示说是气象鼠明显低估雨量 气象鼠也回击说这一类的瞬间长降雨 世界上各气象单位提前预报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更表示在4号的时候 针对被害人地区发布了9次好雨特报 还有13次的大雷雨及时讯息 滚滚泥沙倾泻而下 山土耳台风为北海岸带来强降雨 导致多处激烟水摊坊 其中新北市金山万里一带灾情更严重 有学者抨击是新北市政府没有参考气象鼠的市井 对此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协同分析气象的团队 台大气候天气灾害研究中心 则端出气象鼠的资讯直指 气象鼠在10月3号傍晚到10月4号白天 针对北海岸的降雨预报 12小时累积雨量最大只有70毫米 但10月4号金山区的实际降雨量下午2点到5点3个小时 就达到250毫米 可能会局部的地区会有一些比较高一点的降雨量值 即时的天气的发布上我们都会有即时的去预报 气象鼠跟发声明反击 4号下午至晚间北海岸此类型的瞬间强降雨 尺度小变化快加上复杂地形 世界上各气象单位提前预报的能力都比较有限 也强调他们在4号时针对北海岸地区 发布了9次豪雨特报 和13次大雷雨即时讯息有不断提醒 而有其他专家给出建议 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借用AI来做出比较好 最佳的可能预报 这回台风带来的灾害和事前预报 如今也引发讨论 这台北综合报导